大家好,我是安妮 语法是语言的法则 就是语言搭配和语言罗列的法则 而在语法当中提到的语言 指的就是单词 所以语法就是单词搭配和单词罗列的法则 学习语法就是学习两个方面 一个是单词,一个是法则 语法在日语当中叫做 单词叫做单语 法则叫做 虽然在语法当中需要学习单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单词都是语法词 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初中高级的语法当中 最常出现的单词有哪些 而那些单词就被称为的是语法词 日语的语法词只有三类词 明词、助词、动词 也就是说这三类词的互相搭配 构成了日语里的初中高级的所有的语法 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类词 首先是明词 什么样的名词会成为语法词呢? 桌子、椅子、老师、学生吗? 如果是所有的名词都是语法词的话 那就不能成为是语法了 因为语法词是单词的精裂 再加上法则就构成了语法 所以在日语的初中高级的语法里 特别是中高级的语法里 最常出现的一定不是像桌子、椅子、老师、学生这样的具体的名词 而是暧昧的名词 也就是能够代替他们的名词 换句话说 就是把名词分类了之后 起了一个暧昧的名字 名词的分类一共是五类 事情、东西、人物、地方、样子 在今后进入到中高级的语法以后 只要记住这五个名词 就可以掌握大部分的语法 事情的汉字写是 东西的汉字写作物 东西的汉字写作物 地方的汉字写所 地方的汉字写所 样子的汉字是样 下面我们看看助词 为什么有助词呢 因为日语是粘着语 或是胶着语 什么是粘着语或者是胶着语呢 就是一个辅助性的词 就是助词 粘着在或是胶着在一个实质性的词 也就是名词的后面 来赋予那个词功能的语言 叫做粘着语或者胶着语 我们的汉语呢是孤立语 也就是每个单词通过在句子中的位置 来显示其功能的语言 功能表示的就是主语 位语 宾语 对象等等 所以日语语法的个性之一 就是有助词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位语之后 也就是位语放在句子的最后 我们汉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位宾 再加上修士的定状符 而日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宾位 比方说 我学日语 我是名词 学是动词 日语是名词 所以汉语就叫名词动词名词 而日语是我日语学 它就变成了名词名词动词 也就是说前面两个都是名词 如果没有拆开的标志 就不知道我日语是一个复合名词 还是两个独立的名词 比方说京都大学和京都德大学的区别 而这个把名词和名词拆开的标志 就是注词 汉语是名词动词名词 日语是名词注词名词注词动词 是这么一个感受 所以就是说 年周语的意思是 名词后面需要加上注词 而这个注词代表了什么作用 接在一个名词的后面 而那个名词就有了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样的功能 具体再说的就是 名词后面加上了代表逐语的注词 那个名词才能够成为逐语 那日语的句子就没有顺序吗 当然有了 只是相对于位置来说 注词更加重要 可是汉语的语法顺序就非常重要了 我学日语 调换的位置就变成了日语学我了 年卓语叫做 我们看看这本书的书名啊 日本語はどのような 日语是什么样的胶着语 日语叫做 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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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词哇 有三个作用 三个功能 大主语 强调 对比 哇所指的强调是 状语和其他的注词 因为注词帮助名词 所以注词的声调是 注词加上前面的名词之后 按照前面的名词的声调来念 日本語的声调是零 所以加上后面的注词哇 声调一直都是还是高的 没有降下来的音 这就是零 日语只是一个名词 但是加上了表示大主语的哇 日本語 就是大主语 日语的句子分成大小主语 大主语的意思是 跟句子结尾处的 也就是句号的 那个地方的位语相呼应 也就是大主语是做句子的 结尾处的位语的动作的人 どのよう呢 意思是什么样的 ど是多少的多 表示疑问 注词の 我们已经不陌生了 の主要表示和名词有关的 首先可以代替名词 接在名词和名词之间 表示代替号加号或者是等号 yo的意思是样子 どのよう呢 どのよう呢 这个の就是把도 这个疑问的名词 和yo样子这个名词 连接在了一起 这时候就翻译不出来是得 也就是名词加名词 所以相当于加号 どのよう呢 どのよう呢 的na 是注词 和no 是一样的 它都是在同一行里 它是接在了形容动词和名词之间 一会儿我们慢慢会一点一点缺席 这个na 就相当于是得 什么样的 どのよ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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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交着语 最后的这个注词 ka 它的汉字是和 表示疑问 相当于汉语的ma 在这个句子里 ka代表的就是deska 是吗 desu 是表示断定的注词 是的禁体 为什么省略desu呢 因为书名上需要省地方 所以省略了大家都能够猜得出来的desu 日本語はどのような交着語か 日语是一个什么样的交着语呢 日本語はどのような交着語ですか desu ka 日语是什么样的交着语呢 那 语法的法则是什么呢 就是名词加上注词再加上动词 所以三个搭配就是名词加注词加动词 第二个搭配是名词加注词 第三个搭配是注词加动词 这三个搭配是我们学习日语的初中高级的所有的语法的根基 换句话说 日语的初中高级的所有的语法 就是这三个搭配 我们通过三节课学习日语的关键 就是注词 在这节课我们主要看看注词的大致的分类 注词分成格注词和积蓄注词 格注词是接在主格后面的注词 主格就是名词 接续注词是接在谓语后面的注词 谓语词就是动词和形容词 格注词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名词拆开 以及赋予名词功能或者叫做作用 接续注词的作用是把句子拆开 比方说因为所以虽然但是都是接续注词 我们知道了格注词帮助名词 而用什么样的注词 却不是由他帮助的名词来做决定的 而是由谓语做决定的 所以把谓语详细分类了 就知道了用什么样的注词 谓语词分成了动词和形容词 动词按照词性分类 还有他动词和字动词 形容词分成了形容词和形容动词 现代日语的形容词的标志 就是结尾有一 而形容动词在结尾是没有一的 形容动词在做谓语的时候 需要加上注动词是 谓语决定注词的时候 第一是按照词性 第二是按照意思 记住两个准则非常关键 这两个准则是按照词性来做决定的 第一个准则就是 他动词使译 他动词使译形 前面用注词窝 窝 有时候翻译成中文的靶 第二个准则就是 自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 可能行被动式 前面用注词が が表示小主语 わ是大主语 が是小主语 除了按照词性 还有按照意思决定革注词 比方说 いく 它的词性是自动词 按照词性前面应该用 が 对吗 但是が是小主语 也就是做 いく 这个动作的人 那么如果说 我要去哪的话 就要按照 いく 这个去 它的意思 也就是它的意思 是表示方向的 所以就不能够用が 而是要用表示方向的注词 に 去日本 叫做 にほんにいぐ にほん にほん にほんにいぐ 名詞 加上注词 再加上动词 にほんにい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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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日本 再具手加上大主语 就形成了 わたしはにほんにい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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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たしは 是一个段 にほんに 是一个段 いく 是一个段 わたしはにほんにいぐ わたしはにほんにいぐ 我 漢字有的时候写作 男女老少都能够用 她的语气是礼貌的 意思就是 我是我 引伸为 我就是我 我就要做我自己 现在不都说 我们要做自己吗 这句话里还是省略了 是 应该说 但是因为要简洁 而且大家都知道 省略了是是 就直接说了 非常的精烈 我就是我 男性称我的时候用 我就是我的时候就说 僕は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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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です的简体 女人很少使用 很少单独使用 来做结句 而要用です 但是です 男女老少都能用 男人用简体的时候 男人用简体的时候 就会说 僕は僕 很多人用简体的 但是 但是 这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起 把工作做好 而不是一味地寻求人际关系的融洽 而现在日本的年轻人 在注重团体的融合之下 也相对地注重了 自我的个性 所以 私は私 这句话 还是非常常用的 学习了 我去日本 私は日本 男性还可以说 僕は日本 也就是说 女人 我们只有一种说法 而男人会有两种说法 既可以说 私は日本 也可以说 僕は日本 私比僕 更加正式 更加礼貌 而僕 比私 更加口语 更加随便 私は日本 僕は日本 最后 我们看看动词 动词按照词性分类 有他动词和自动词 按照变形分类有 五段动词 一段动词 特殊动词 什么是他动词和自动词呢 对于其他的事物 产生了影响的 是他动词 比方说 吃 喝 吃了以后 饭少了 喝了以后 水少了 吃 对于饭 就产生了影响 喝 对于水 就产生了影响 对于其他的事物 不产生影响的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 这就是自动词 比如走 跑 那如果说 你走了以后 你后面的这条路 变窄了 你走过去以后 瞧 塌了 那么这个走 就是他动词 这种情况 太可怕了 所以 自动词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我自己 对其他的事物 不产生影响 那怎么知道 是自动词 还是他动词呢 必须查字底 他动词和自动词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 决定住词 比如 他动词前面要接我 自动词前面要接が 第二 他动词必须问及主语 比如 留学を決める 决定留学 必须知道是由谁来做决定的 或者说 听到这句话之后 就要问 谁决定留学呀 而留学が決まる 留学这件事定下来 留学就是定下来的主语 第三 他动词表示动作 自动词表示动作之后的 结果或者状态 比方说 看表示动作 見る 看得见 这个得见 就是表示结果或者状态 就要用自动词 見える 見える 看这个 这个是これ 見る 是看 因为查了字典之后知道 見る 是他动词 所以按照准则 前面就要加住词を 就成了 これを見る これを見る 住词 就是把单词 衔接成了句子 これを見る これを見る 看得见这个 这个是これ 看得见是見える 所以 查了字典之后知道了 見える 是自动词 就按照了准则 前面加住词が 就成了 これが見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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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一个单词 是他动词 还是自动词 是非常重要的 动词按照 变形的分類 有三个 五段動词 一段動词 特殊動词 什么是段呢 我们回顾一下 第五课的内容 五十音图 一共是五段 阿段 一段 五段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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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是用于动词的变形 什么是五段动词呢 比如动词 買 它的净体叫做 買います 一般动词是分成了三个部分 词干 附加 后缀 汉字的部分 就是词干 它表示意思 后缀的masu 表示动词的主要形式 和时态 主要形式有 减体 净体 否定 肯定 中间的 買います的一 是附加的部分 表示动词的 附属的形式 附属的形式 有 使忆 可能 被动 命令 抑制 五段动词说的是 一个动词 随着后缀的变化 附加的部分在 A I U A O 五段里发生变化的动词 叫做五段动词 A段 E段 U段 A段 O段 这五段分别掌管不同的变形规则 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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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变形 我们今后再学 这些课主要学习动词的简体和静体 五段动词的原形也叫做基本形 词书形 词书形的意思就是在词书里 就是字典里可以去查到的形式 在乌段 我们学过动词有八个后缀 都是在乌段 如果把动词变成静体 就要去掉原形的标志 也就是后缀的乌的假名 换成跟它同一行的一段 然后再加上静体的标志 masu 我们把八个动词原形的结尾 分别举例来看看五段动词的简体 变静体的规则 表示状态乌的结尾 买 去掉乌 变成一 加上masu 所有以masu来结尾的动词 都是高到ma之后再讲 两边低中间高 Ka u ka imasu Ka u ka imasu Ka u ka imasu 表示方向 ku 结尾 写 Kaku Kaku 去掉ku变成ki 加上masu Kakimasu K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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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imasu Kaku Kakimasu 表示做 表示做 Su 结尾 出 出 出 去掉 S 变成 C 加上masu 出します 表示つ 或者手的つ 结尾 持有 持 去掉つ 变成其 加上ます 持ちます 持つ 持ちます 持つ 持ちます 持つ 持ちます 表示 無 無 次位 死 死ぬ 去掉 無 变成 加上ます 死にます 死にます 死ぬ 死にます 死ぬ 死にます いぬ 結尾的動詞 只有一個 就是死 死了就沒了 表示斑 或者病列的 病 不 接尾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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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ブ 去掉 不 变成 逼 加上ます よびます よぶ よびます よぶ 呼びます よ ご 表示关闭或者用力的 表示关闭或者用力的 去掉 表示常 结尾 卖 去掉流变成利 加上墨 売的意思是无 卖了不就没了吗 净体的否定 就是把肯定的ます 替换成否定的ません 買う 買います 買いません 書く 書きます 書きません 出す 出します 出しません 持つ 持ちます 持ちません 死ぬ 死にます 死にません 呼ぶ 呼びます 呼びません 読む 読みます 読みません 売る 売ります 売りません 今天我们学习的变形是动词的简体和静体的肯定和否定 五端动词的简体的否定是把圆形的后缀 这个乌 乌断去掉 变成跟他同一行的阿段 然后再加上简体的否定的表达方式 nai na的发音是以ng开头 na 可以联想成是困难的难 表示否定 而后面的i是形容词的标志 也就是说动词的简体的否定nai 是形容词 反正都是谓语 对吗 kau kawanai 本来u 应该变成的是a a段的a 但是因为不好翻译 所以把a 变成了wa kau kawanai kaku kakanai dasu dasanai motsu motanai shinu shinanai yobu yobanai yomu yomanai uru uranai 声调都是两边低中间高 我平时经常用手机照相 照完相以后拼图 就发现有这么一个句子 叫做 seigatsu wo tanoshimi 我们学习完了最初级的日语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病句 因为 u段 才是动词的原型 而tanoshimi的mi 是在一段上 所以正确的动词的表达方式应该是 tanoshimu tanoshimu 它的进体 也就是mas 就是把mu变成mi 叫做 tanoshimimasu 而tanoshimimasu 去掉了mas以后的形式 是叫做动词的联用形 联用形就是连接用言的形式 用言就是谓语 就是动词和形容词 也就是说 联用形是不能够独立作为动词使用的 后面必须还要接谓语 还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 联用形也是名词 所以这句话应该改成的是 seigatsu wo tanoshimu seigatsu wo tanoshimu 生活的翻译 是音读 seiga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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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注词wo 声调还是高调的 就是声调零 seigatsu wo seigatsu wo seigatsu wo tanoshimu tanoshimu的意思是享受 seigatsu wo tanoshimu 意思就是享受生活 查词点之后知道 tanoshimu 是他等词 所以前面加了助词wo tanoshimu tanoshimimasu 我们再学一个形容词 我们再学一个形容词 就是开心 高兴 快乐 tanoshimu 同于te 意思就是手 no在造词法里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长 si是好像的像 i是形容词的标志 tanoshimu 手长 表示在做 引申为 干得开心 干得高兴 我们每次学日语都很开心 就说 tanoshi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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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tanoshimu 是形容词 所以前面加了表示小主语的ga 勉強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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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楽しい 勉強が楽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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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学习很快乐 就是学日语很快乐 在学习前面加上日语 再加上得 日语的学习 日本語の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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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の勉強が 日本語の勉強が 日本語の勉強が楽しい 日本語の勉強が楽しい 就是这个ga 随着你自己的个性来发音 你就可以发成 日本語の勉強が 也可以发成 日本語の勉強が 但是不要发得太重 不要说日本語の勉強が楽しい 感觉像是一种 蹦斗一样 下面我们学习 一段動词 一段動词的意思是 动词的后缀 无论怎么变化 附加的部分 永远是同一个 不发生变化的动词 叫做一段動词 附加的部分 在一段的 假名 这个动词 叫做上一段動词 附加的部分 在A段上的 假名的这个动词 叫做下一段動词 那为什么叫上一段 和下一段呢 是因为所有的动词的 原型的结尾都在 五段 也就是说 五段 是五段里的中心 而五段 这种所有的动词 也包括五段动词 一段动词 和特殊的动词 结尾 对吗 一段动词的原型 也就是能够在字典上 查到的形式 都是以 LU结尾的 但是以LU结尾的动词 不一定都是一段动词 还有刚才我们学过的 五段动词 还包括一会儿 要学到的特殊的动词 上一段 就是附加的部分 在五段的上一段的 也就是一段的 五段的下一段 就是A段 所以叫做下一段 一段动词的变形 非常简单 也就是无论怎么变形 我都是去掉后缀 变成其他的后缀 我前面永远都是同一个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上一段的 意思是起 起来 起床 发生 另一个是 下一段的吃 食べる 在五段的上一段 也就是一段上 在五段的下一段 也就是A段上 所以称为上一段和下一段 变成禁题 是起きます 否定是 起ません 简体的否定是 起ない 起きる 起きます 起ません 起ない 起る 起きます 起ません 起ない 食べ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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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べます 食べません 食べない 接下来我们学习 特殊的动词 特殊的动词 只有两个 一个是做 する 一个是来 くる 随着动词的后缀的变化 磁干的部分 发生变化的动词 叫做特殊动词 做 也叫做 撒变动词 简体是 する 静体是 します 也就是它第一个音 发生了变化 而为什么叫做 撒变动词呢 是因为 在这五个里面 发生变化 他们的 最大的老大 就是撒 所以老大来起名 叫撒变动词 来 也叫做 可变动词 简体是 くる 静体是 きます 也就是 磁干 最前面的音 发生了变化 所以叫做 特殊变形的动词 他动词 する 静体 します 静体的否定 しません 简体的否定 しない する します しません しない する します しません しない 自動词 来る 静体 来ます 静体的否定 来ません 前体的否定 来ない 来る 来ます 来ません こない 来る 来ます 来ません 来ない 比方说 我们在车站等电车 机会有广播 有有显示 电车要来了 電車が来ます 電車が来ます 来る 是自動词 前面就用了表示小主意的が 電車が来る 電車が来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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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提醒对方 就要在最后用感叹词 よ 電車が来ます よ 電車が来ます よ 電車が来るよ 快点 早く 電車が来るよ 早く 電車が来ます よ 早く 下面 我们来说说 怎么知道是五段动词 一段动词 还是特殊动词 最简单的就是查字点 但是还有一个 可以从字面上 来看出来的方法 就是从圆形来判断 五段动词是以 结尾 一段动词是汉字 加上一段的假名 再加上る 或者是汉字 加上A段的假名 再加上る 特殊的动词只有做 する 来 くる 也就是说 一段动词是以 る 一个来结尾 但是五段动词 会有八个结尾 能看出来 大部分的动词 都是五段动词 所以知道变形非常重要 可以 不用自己去变形 但是 必须要记住 变形后的单词 有三个动词 一定要记住 因为在今后的 初中高级的 所有的语法里 这三个动词 常常出现 就是 做 有何在 成 做 是する 他撒的意思是 他动词 撒遍动词 也就是 特殊的动词 有何在是 ある 字五 是字动词 五段动词 成叫做 なる 字五 字动词 五段动词 标注 他撒 字五 都是为了今后查字典 因为字典里面 对动词的词性 和变形的标注 就是 字五 他五 他下一 等等 ある的前面 加上表示状态的 注词 で 变成了 である 意思是 表示断定的 是 有某种状态 在某种状态下 就是 是 而 である 是古语 语气正式 声音 静体是 で あります 现代语 是取了 で あります 的头和尾 成了 です 跟です 这个で 在同一行里边的 就是 da 所以 da 是 です 的简体 成为的成 なる 非常好记 なる的 な 是 那个的 な 成为 就是 变成 那个 なる なる 我们学几句话 我是中国人 私は中国人 です 私は中国人 です 主次は 是他中语 私は中国人 です 我不是日本人 私は日本人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はありません 是 です 的否定 也就是用 で あります 把あります 变成了否定 ありません 主词で 表示状态 は 在这里 是强调了 其他的主词 也就是で では 就是で的强调 为什么要强调呢 一般在 否定 转折 相反的表达里 要强调 表示不一样 です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す ではありません 私は日本人 ではありません 私は日本人 ではありません 私は 的 で 有 是强调的 主词 我 是日本人 不要 我是日本人吗 或者说你是日本人吗 日本人ですか か 表示 疑问的 日本人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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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里面经常 省略你 我们汉语里表示礼貌 也要用您 只是日语里面没有您的表达 也就省略了 日本人ですか 日本人ですか 肯定的回答就要用 はい 否定的回答就要用 いえ いえ 到樱花盛开的季节 赏花 叫做 如果加主语 就放在巨手 加上大主语 我 我赏花 私はお花見をする 私はお花見をする 你没有感觉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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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 樱花季节 在樱花树下铺上塑料布垫 吃着便当 吃着赏花便当 喝着饮料 一边赏花一边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开心的唱谈 这对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赏花便当 赏花便当叫做 吃赏花便当 吃赏花便当 我吃赏花便当 私は花見弁当を食べ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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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花見弁当を食べます 私は花見弁当を食べます 不是所有的名字下面都加文雅的O啊 在樱花树下赏着樱花 喝啤酒和果汁 ビールやジュースを飲む 注词鸭表示不完全性的举例 翻译成还有 以及 就是这个呀 那个呀的呀 ビールや ビールやジュース ジュース ビールやジュース ビールやジュース ビールやジュースを飲む ビールやジュースを飲む 我喝啤酒和果汁 私はビールやジュースを飲む 私はビールやジュースを飲む 尽体是 私はビールやジュースを飲みます 私はビールやジュースを飲みます 上花很开心 お花見が楽しい お花見が楽しい 尽体是 お花見が楽しいです 新論図的尽体 就是家産です お花見が楽しいです お花見が楽しいです 我喜欢上花 お花見が好き 或者说 お花見が好きだ 但是女人一般不能用 だ来結局的 女人说 男人说 男人说 所以女人有两种表达方式 男人就有三种表达方式 今天我们进入了语法的板块 学习了名词 助词 动词 学习了谓语决定注词 自动词和他动词 五段动词 一段动词 特殊动词 学习了动词的简体 静体 肯定 否定 还学会了 形容动词 和形容子 我写的 日语以法新思维的书里的第一章 有关于变形规律的表格 大家还可以参照 最关键的是 不是变形规律 而是 被 变了形以后的表达方式 我们下次学习的是 汉语句子来帮忙 日语框架瞬间搭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